继续提示 欢迎来到时光游戏之女主我最大 开品任务 两个新人 亦不经浪 哇 这游戏还挺逼真的 谢谢 今天是大夫的日子 你开心吗 两个人都穿着婚服 结婚的到底是谁 看来这个姐姐开心不起来 我开心啊 我当然开心了 那你我姐妹喝上去 这杯酒肯定有问题 真美的 好妹妹 让我看看你给我准备了什么惊喜 事已到一百点一 你姐姐 有个准备好了 坏妹妹 张老公 二百高堂 信了 苏家 写同门姐妹 中国家产 有意思 五七 对拜 五七 对拜 你姐姐 怎么 你要娶我败藏的难道应该是我妹妹 苏天啊 把盖头盖上 继续嫌语 姑奶奶我不愿意嫁 这个婚我不结了 这是苏家和顾家的决定 岂能如你发肆 你这么看出不在你自己戴护起来 她没减少的什么东西 还有个负吗 无法不贴 谢谢 就是想我们平台的人艺术就这么美吗 哇 那也都 是 以开启主线任务 不得夜少龙的真爱 你可以完成游戏 这果然 志情越走起 男主找的就越少 夜少 这事干什么 我干什么 用这招跟你这个垃圾起来 我们和令尊啊 一下有生意上的晚了 还不啊 叔父们一个宝面 给个狗戏 少造每天高大背 是不是夜少看上我家苏琴了 即使让你不是没有伤了 看上个狗 我就是看不惯欺负女人 有问题吗 夜少 好歹我也是你表哥 以后就不是了 既然要让他爱上我 得先知道他喜欢什么类型 夜少 今天的事 谢谢你 我们之前不认识 以后也不会 不用谢我 那就 要是我说 以后你一定会爱上我 停车 送他去他想去的地方 小姐你要去哪儿 好歇 就要开场 你们宿舍又是不觉悟个老婆 咱们没完 可是苏琴 不是还有苏宇的吗 苏宇 他早就跟叶家定的娃娃亲了 又是叶家 你还用得回来 今日夫君拜了我 我还没有拜夫君 夫妻对拜 李成 接下来 该动房了吧 我已经转移了 我已经转移了 之前是不愿意 他现在愿意 为什么 如果苏家财产都归了苏宇 你除了我 还能得到谁 但如果苏家是我 那我呢 和你 交在一起 你就能和月社平起平借 你让我帮你干准苏宇 哭也 你好 你们怎么了 我喝了苏宇送来的酒 就晕倒了 后来的事情 我就什么都不知道 你血口黑人 这家伙一定是在纠结 是比新娘迷运更丢人 还是睡了小姨子更丢人 我撕了 你能嘴 你们都给我闭嘴 你说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没能怎么回事啊 你改的就是苏宇跑到新房 换罪了他们夫妻俩 自己倒贴图行吗 这个顾家 为了维护门风 还真是不得手惯 苏宇 你自己说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不是要说 是姐姐把你送到妇房里 苏宇 你苏宇 既然苏宇喜欢顾豪到这种程度 我就把顾豪让你打 苏宇好歹是我妹妹 这件事情就这样 系统提示 您有新技能背景调查 可以开启 大小姐 您吃点苏宇 正好试试新技能 启动背景调查 系统提示 苏家管家 郑富顺 和现任的苏夫人苟且 并淡下苏宇 五分钟前 在苏宇中下了毒 大小姐可知道 在苏家 没有什么能够逃过我的眼睛 看来她是来给女儿出气的 你是想让苏宇 代替我这个苏家大小姐咯 问一下 那我就不帮你保守苏宇 咯咯咯 八小姐 张管家 不想知道这东西 是要人清白的 还是要人命的呢 我可不敢要大小姐的命 既然是推情的 张叔是打算轻易替我解读呢 还是便宜哪个小流氓啊 小姐 吃了它 饶了我吧 我要是吃了这东西 求你饶了我 你 不听那个夜上的事情 你知道多少 夜上 跪着说就行 游戏应该都有复合系统吧 你碰到人了 你抓了我你要对我负责 怎么是你啊 你难道不见到人家伤到哪里的吗 这是他开的你找他负责去吧 吴哀 看来苏伊还真是满足不了你啊 高原的房就出来找别的女人 是你带来到底 你去哪里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晚了 前帝你是我老婆 你的声音还真是火 你 不是你想的这样的 再打我你没说过呀表哥 啊 啊 你这是 夜少 不是你想的这样的 难道是他自己弄的 是啊 但我夜少不是谁子 对不起夜少 又给你添麻烦了 可光他非说我是他的妻子 再打我 你没有打他 大家都看到了 是他自己打下去的 我问你们 他到底打着没有 你们说坏呀 我没有打他对不对他人说 在婚礼上是看夜少的面子才放 叫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小心 表哥 你臭小 都敢威胁女人了 我没有 这是夜家的地盘 我就算有这个心 我也没接到胆子呀 你说的对 这是 是夜家的地盘 要懂我夜家的规矩 我 你要把他当成我夜少龙的 也要讲我夜家的规矩 听懂了就滚啊 系统提示达成新成就 李健 让我的司机送你回去吧 不 我要你亲自送 想的没 爸 你刚才还说我是你那双龙的女人呢 那只是一只猪闹 那我要是当真了吗 你坐我车你会后悔的 慢点 就是你自己选的 这的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夜照 想我女人 当中心的我 来吗 不想 吃了 一百开枪 就算在现实当中 我也没那么紧紧的抱过一个男人 虽然是在模特上害怕掉下去 但是那种有人依靠的感觉 真好 请不请过去 下车 下车 别人 去你跟我忙 那有人过来找我 我们在这等夜家的夜少龙 如果不是他 我帮你们过去 他不信耶 我们只是路过 哦 你们走 不用麻烦了 我就是夜少龙 你这个时候还吵什么优秀啊 公主 我怕就会爬上我更厉害 公主 上 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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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正主很爽嗎 啊 啊 這個遊戲有什麼攻擊技能啊 系統提示技能將在完畢 啊 啊 夜少 啊 夜少夜少你醒醒啊 啊 啊 夜少夜少夜少 啊 為了你我可是豁出去了 誰讓你長得這麼帥呢 看著關切的樣子離成功不遠 哎 你醒了 夜少 你救了我以後叫我少龍就好了 鯨鞋又進了一個 那你 就叫我阿晴吧 我從來不會欠別人的 類似 你救了我 說吧 你想要什麼 這傢伙有沒有點清掉啊 想要多少錢都可以 你笑什麼 人家救你 難道是為了你的錢 喂 你要我補償我也可以 我要你陪我 你知道我好 陪你 信步不離的那種 我給你找到私人醫生 嗯 是你自己說從來不欠別人的 你想來賬 好 我到我 我睡了幾天了 兩天 我說什麼身上都臭了 先不給錢你去洗澡 哎你幹嘛去 你洗澡怎麼能讓我陪你了吧 你也得幫我把水放好吧 啊 這麼熟練 嗯 一時沒少給你吞花洗澡 哎你幹嘛去 水都放好了我還能放些什麼 說好了寸步不離的照顧我的 我這還沒痊癒呢 萬一使不上勁在浴缸就晒倒了怎麼辦 那你說怎麼辦 你坐下來嗎 你坐下來嗎 轉過去啊 太想破壞本小姐是倒不成 蛀 那一 beautiful girl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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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 i be shocked you're all lonely i don't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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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好的机会就在眼前 这家伙不是有点问题 喂 洗好了你可以抓过来了 我 喂你就是这么张不跟号的吗 对不起对不起 你先休息我先走了你干嘛去 我回房间睡觉啊 说好了寸步不离的 你过分了啊 原来叶少计是个演武戏的人 喂你睡着就睡觉别动我动脚 你说要是让你未来老婆知道 此时此刻你正躲在我的床上 他会怎么想 没趣 看不起 你干什么 你说 如果我现在在干点前生不如的事情 他就想 那他一定不想今天了 他就想要是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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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到这种程度 应该很快能完成游戏了吧 我许是 互犯我的时候 行 我 于是 那一刻 你启动毕竟调查 我开始 陷队 你怎么能 要 多多 你怎么 你怎么 没事 你帮我看看早餐都有什么呀 都这样才只有百分之五十 加呢 他新大萝卜男人没搞好东西 老爷 这事可不能再拖了 您就把椅子立了吧 父亲没在家 遗嘱不能立 这是我气着给你做的早饭 怎么 不好吃吗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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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您来书房一趟 怎么 现在夜家 你这谁都能来过 老爷 老爷 这怎么回事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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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您来书房一趟 怎么 现在夜家 老爷 老爷 都可以分身了 事情确实了 哦 那你们不在家 料理他的后事 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老爷去之前的最后一个心愿 就是让叶家少爷和苏宇 旅行往日的婚约 什么时候的事 并苏家全部的家产 作为朋友 访罚庭 为了 medicine 老爷 concept 接着来带他走了 什么什么东西 弟啊 这苏秦 好歹是我拜过庭席的 这么表扫 再说了 你不是已经有苏语了吗 父亲 他明明就是来闹事的 父亲 真是荒唐 一个苏家管家和二太人一起 你敢来继承苏家的财产 还有高盘叶家的亲事 小小 你胡说什么 他姓苏 还是姓张 心里最小气 你要什么这种 那个原想在强扣我和顾豪结婚的那天 竟然还自己跑到顾豪的床上 那那还真是天道地设的一个人 那天是怎么回事 听你最清楚 那天派人闻上龙的 你这也是 这一切都是他指使的 把我再说一个 我就连走不出这个门 你还脸回来 今日父亲在了我 我却没有拜父亲 父亲对待 完了要露馅了 叶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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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芳那天 就是他把我迷晕了 等我醒过来 就莫名其妙 发现我和苏宇在一阵子 他这么做 就是为了和苏宇 争夺苏家的财产 高攀和叶家的亲事 所以 在顾心体验 接近我 这种时候怎么解释 都是错的 顾豪 苏宇 你们给我等着 对 你愿意相信他们的话 他们说的都是对 别让我才看见你 麻烦各位记住今天 这将是你们人双宗 最后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既然在这个游戏中 你是我的父亲 那我会替你报仇的 会的 现在苏家的主人是苏宇小姐 别人的话 我不听 攻击技能已经冷却完成 很好 你谁呀 你要干嘛 怎么 连你们顾家的少奶奶都不认识了 什么事 怕着嚷嚷的 你怎么想起到这儿 苏家归的苏宇 叶家容不下我 我这不是想起来 自己还是顾家的少奶奶吗 顾家可归想起我来了 笑话 好 那你是不打算认我这个老婆了 你觉得呢 很好 既然你打算和我离婚 这顾家的财神自然有我的一半 你疯 你 不要不能干嘛 现在 从我的房子里滚出去 我收购 好 没说你们两个 早安 你在顾家舞里 头巾从未涨 从今天上 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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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后可以美 上去见面 不用口 小伙子 小伙子 然后 叫我秦姐 Sitting here breathing deeply fucking ready to go 你吸肚停息 星辰就达成 累得吸腹 It's like a solitary confinement Just needs someone to hold I'm not as brave as I'm portrayed on you Shh 张管家 苏太太 别来无恙了 是小晴 我还以为遇到房子 你快给阿姨散开 这一巴掌 是为苏请的亲生母亲打的 小晴 阿姨是不是 什么事情 让你误会了 这一巴掌 是为苏老爷子打的 你这个杂种 敢打我 这是为苏请自己打的 说吧 张管家 你是如何将你的青梅竹马 送和我父亲 然后下腰害死我母亲 最后让我父亲 披养了二十年的女儿 打算纠占 雀巢 鸡巢 整个苏家吧 你找他怎么料理苏语啊 我要是不 说吧 张管家 你是如何将你的青梅竹马 送上我父亲 然后下腰害死我母亲 让我父亲替你养了二十年的女儿 打算纠占雀巢 寄巢整个苏家吧 我怎么没早点说你去见那见人 打你一把 下这么大一盘情 就他一定 围在着你的手 没什么可说的 你可真是个好父亲 一个小时前 我已经通知了苏语 你说 你不要把苏语都追 如果他过来 我就只能先让你们两个去见苏情的父母 回头啊 你慢慢料理 你搞他怎么料理苏语啊 姐姐 我把苏家的一切都给你 我求求你放了咱妈和张管家吧 好啊 那你就把苏家还给我啊 女儿 不要啊 闭嘴 系统提示 夺回苏家成就达成 到你了 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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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耳朵背了 从你们进来到现在 我也没出乱话呢 超闯了 你先进车里 这里交给我 看来 你已经相信什么 带给你自己 怎么过 我要是不呢 那你就会知道 得罪我夜双龙的下场 我不是已经得罪过你了吗 现在不还是在这儿好好的 你 从今天开始 你就多了一个四敌 我的敌人很多 不差你 夜双龙 你一定会后悔了 老规矩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你们不能急 你们不能急 苏琴 你来干什么 签吧 电烧刚才问我什么来着 你说你来干什么 啊 谈生意呀 从今天开始 整个故事集团都鬼我了 你们刚才谈了些什么呀 不过是些常规的声音 可以呀 只要你们把苏语给我 一切照顾 我看 你还真是个白痴NBC呀 你在说什么 你自己去 这我家伙子你更恶毒的你 苏语你强一万倍 想威胁叶家 可能 我会让你看清楚 苏语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今天是我未婚妻苏语的生日 大家玩了开心啊 我妹妹 生日快乐呀 岳哥哥我不想快乐 岳哥 岳哥 那这里没人 姐姐来参加妹妹的生日会 让你这个姓业的去破花桥 岳哥哥 这是你给我买的生日蛋糕 你说巧不巧 我们两个好姐妹 竟然是同一天生日 我祝你生日快乐 你给我祝福一下季 妈 你也生日快乐 生日蛋糕 可以吗 叶哥哥 你不会只给苏语准备了生日蛋糕吧 不行 你不会以为我不得安全吗 苏语 苏语你为婚夫的稳计 可一般啊 给你们隆重的介绍一下 顾豪 我名下故事集团的 新 主题 苏语 有道是长兄如父 现在父亲走了 那就是长姐四母了 乖女啊 以后你的未婚夫啊 就是他了 顾公子 顾公子 我们两姐妹都给你当过老婆 是不是很 记忆 是不是 叶少龙的未婚妻 苏青 你闹住了没有 这得让他自己选 是不是 我的未婚夫当然是叶少 我再说一遍 带着你的人 不肯蛋 给你 甚至 коп 我就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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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 那家被人举报 声音 你啥 都被弄酒 什么 没事的孙玥 这只是暂时到 谁也知道会暂时到什么时候呢 就说是不是啊 顾总裁 是的秦老板 我们故事计算 还有大坏内幕没有boss 我的好妹妹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是这个一无是处叶公子的未婚妻呢 还是这个手握故事集团 副公子的未婚妻呢 好好想想 她没答错了 苏语 你别信她的 这都是诡计 你听叶公子的把苏家都给我了 如果挑错了 可再也不是贵妇豪们的千金小姐 我 就算是我的回忌吧 眼下看来 选顾公子的风险更小一点 你说是不是 就算赌错了 一米的姿色 倒是可以去封城场所里唐风 那些好一点的话 说不定会碰到和顾豪一样有钱 不过 就是比你大上几十岁了 那样也好 那样也好 老夫少妻的 苏平 信不信我现在就让人给你打出去 谁 是失误的人 很得呀 他爸妈真没有白教这个好女儿 你没有严严 好了放松点都是假的 什么 你还是叶家大少爷 叶家还是叶家 你 这足够让你看清楚最大的是 这个无耻贱人 我这么速度是为了你好 是打一个爱你的女 挺代价 行警 叶老爷子带着叶少登门拜访来了 我让他们在门外等着 好 让他们来这里 让他们来这里 对 就是这里 二位随便坐吧 我就不方便 我就不方便给二位 起身行礼了 那是那是 叶老爷子亲自登门拜访 有什么事就请你讲呢 苏小姐现在掌握着顾家和苏家 应该说是唐城最大的老板了 我都跟二位这么赤诚相见了 怎么叶老爷子 还是藏着叶着 哪里哪里 要不你也进来抛肩 苏小姐是女中豪杰 有什么话 我就直说了 今天顾家举报的事 虽说是一场虚惊 也足见苏小姐的能量 我听说我这个权词 不知道天高地厚 咄罪了苏小姐 今天我们是特意登门道歉的 叶龙 习 习 你说什么 我没听清啊 少龙是说 他今天一时冲动 得罪了苏小姐 还想苏小姐一定要原谅他 第一 我不叫苏小姐 叫我秦老板 秦老板 第二 抱歉有用的话 要警察干什么 请 那你会怎样 你怎么了 怎么了少龙 让你说吗 秦老板 你不要再玩笑了 老头呢 我心不知 我给你们两个选择 你说 第一 我要和叶少龙结婚 少龙 你看秦小姐 风华绝世 那 港管的苏姑两家 你好服气啊 但是要倒叉门 叶少龙 入罪去家 嗯 我们弄叶家大公子到少龙里去 会被人笑到大牙 叶老人 好吧 那这第二是 这第二嘛 就简单多了 我要不怕 帮我妈 你 秦老板 我年纪大了 十大又不好 年纪一分 起来讲话 这以后啊 你的市集费 要 怎么样 越加速剧 你怎么一圈呢 好吧 给我们点时间 告辞了 三千 如果没有结果 你会让我猜了 我猜猜 是 你没有了 少龙啊 虽然你只是一场游戏 你只是一个NPC 然后我这么做的狼队嘛 欢迎少龙 如果那一刻是少龙打给我的 我问他怎么出我发火 怎么骂我 我都会立刻投降 绝不再为难他 但是 成了 我是少龙的父亲 我们杀人 我们杀人好了 成立少龙入坠 思雨家 明天我让人去提醒 老龙啊 虽说是入坠 如果现代社会了 远洪都一样 老人苏家接新的车到了 对吧 苏家来人说 我说我带上去 这个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婚礼 你喜欢吗 我还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如果那天给我打电话的人是 就算你骂我一万句 我也会默默的听着 我逼迫苏语 是为了让你认清他是什么样的人 我为难你是在报复你打我那一巴掌 而今天 我要让你认清 你引以为傲的业家 为了利益 也会出卖自己的大少爷 那是他们应该付出的代价 我不想你也变成和他们一样 那我愿意变成他们这样的 你说的对 我没有问过你 我已经将苏家和顾家所有财产转到你的名下 你还是你 最后的我 你自己选 这一切 只是一场我不擅长的游戏 但我好像真的爱上了这个傻傻的夜少龙 当你真的爱上一个人 你想的不是自己能从他那里得到什么 而是你能为他做些什么 而是 说死自己的前步想法 我失败了 输入戏吧 你看到的 别踩我走 别踩我走 天长小差距 这样 然后你 我还没错 然后打到你 我还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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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最期待的苏叶苏妇和杰奇 我还没错 我还没错 谢谢你我一直说不出口 请太阳就停在这片草地 让我幸福发芽到云里 要唱着都不努力在一起 只是谁说的规刀灵笔 就爱这样的你 没有太多道理 牵着我的手一起等黎明 傻傻地看着我 说你有个爱我 最爱的第一个 牵我的手 牵着你跪着我向前走 我不需要天长地久的沉默 只要你每天都想着我 不要让你三个四百步生太多 跟着我走 上脚踩子上 高庭合集单身人水浅 国情避养 我你都拿来去不去 不可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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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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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是车银 啊 叫导演 我叫导演 我不喜欢 导演导演就不要往上 心中的想法 我来机器拿回来吧 来点精彩的 是你自己选的 现在后会已经来不及了 这是心跳的证明 这次和我走向你 这不是恶作曲 你是我最难解的一道题 I miss you 你是唯一想要的决定 每一次再一次 你慢慢的靠近 告诉我 这是命中的注定